一個人勇敢飛 勇敢追 勇敢心碎 已經無路可退 要了解成長的滋味 到底要多久才能學會 不想再放不開 我不要再過夜來 我努力尋找 我們是謝仙童 我們是謝仙女 我們是一對姐妹 我們會唱自己的歌 有時會適合別人的歌 我們是甚麼類型 很難迭回 我們現在是想走迷幻的文謠 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 我曾經參加了一個歌唱比賽 就是要網上拍片 所以我才開始拍片 然後她是分場 其中一個場地說要合唱 所以就手地找了她來合唱 所以就有試過一起唱 那時候才開始一起唱歌 大家熟悉的是媽媽壓力很大 看到一篇新聞 就是一個南京小朋友 寫了一篇詩給媽媽 她就因為她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新年無聊 就嘗試唱 然後就有了這首歌 你寫歌有甚麼題材 其實就沒有限定自己的題材是哪一類 其實都是 看到生活上有甚麼小事 或是新聞 一些我們留意的事情發生 或是身邊朋友發生的事情 都會寫 有夜份 吃東西不定時 其實都是一些都市人的壓力 都以免了我們的壞習慣 都有的 有幾次 問一下你是否是哪一個 排排的 你不是唱歌的那個 怎麼那麼熟悉 是否是哪一個 你不是唱甚麼甚麼的那個 不是說你很大的那個 可能會有的 審靈怡 J.B. Law 他很喜歡J.B. Law 我覺得跟盧管長一起玩會很開心 因為 掛話 掛話 主獸人 你不說這獸人 這獸人 很想 這獸人 所有都去試 是 所有 夢館 夢館 未去到這麼大的 狗剪 也算是試過 但 不是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給大家聽 集中一些音樂 例如台灣 我自己有用Street Voice 我覺得Street Voice 是一個挺好的平台 給一些大大小小小 無人出名或未出名的人 可以放一些歌 有機會會被人推薦 我覺得香港是少了一個這樣的平台 其實也有Indie Cast 但Indie Cast 可能有些S 也有賺S 也沒有網上版 也沒有人推薦 變了 我們沒有一個平台 集中大家 亦有自己去發掘的 即是他自己主動去發掘 其實都是 我覺得是 我們可以做到的 即作為一個挺中 如果有一個平台 可以集中大家 而 有些人會推薦的 有些名人 這樣 就可以給更多的人聽 可以加入 你聽一下 但對 就在我擔心 你就是 我超過的 你不想做 你不想來